接下來這首歌就是剛剛提到的《空中的戀人》 《空中的戀人》其實是靈感來自於夏卡爾的一幅畫 就叫做《純世相同》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談那種相隔兩地的戀愛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到這個畫 我就產生了這樣的靈感 我就覺得 就是其實由於現階段 現代這種高科技的世界來說 我們只能透過電子訊號 電波、電流去溝通 去互訴情意 所以我覺得當那些肉眼看不見的電波在空中交會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 那好像就是兩個人在空中相會的時刻 然後一個電流、電波在空中擦身而過 然後摩擦出火花 那我覺得那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當然 那個感覺也有一點點像是 兩個人互相喜歡的人 可是卻沒有辦法在一起 也因此我們選了這個首歌的這個題材 來去表達我們對陀遠程家的立場 就是希望相愛的人可以在一起 或者是互相喜歡的人可以在一起 不管你是透過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也許有朝一日我們三個會住在一起 那你們會幫我亂掉嗎 如果我老了 考慮一下 我還要想一想 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